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分享的是 其实我小时候喝的牛奶是青色的 这是因为我的父母会把爱康兰枣 爱康牛粗乳磨成粉加入我的牛奶给我喝 我在我很小的时候其实有很严重发量问题 对 通常大家都是到了中年期间 才会有可能地中海凸头 对吗 可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只有地中海这个区域有头发 我可以给你看一些照片 当时我的亲戚都非常积极踊跃地提供各种片方来帮我长头发 可是随着我吃爱康兰枣越来越多 如你所见 我现在的头发又多又黑 有时候甚至理发师都会表示我的头发真的非常健康 爱康兰枣在我读书过程对我帮助特别大 它让我可以很有精神 可以全程关注的专心上课 它对我的帮助在我中学时期开始特别明显 因为随着功课、补习、科娃活动等等越来越忙 其实我并没有足够的时间休息 幸好我有爱康兰枣 它让我还是可以全程关注 这也间接地帮助到了我一直以来的成绩 哒哒 在过去的七年里我都是吃肉编菜 就是说不吃肉不吃海鲜 只吃菜和鸡蛋 很多人就会认为吃素的人就会营养不良 脸色苍白没有力气等等 可是我想说的是这些事情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因为我有爱康兰枣 它提供了我所需的全部营养 这就是为什么我并没有普遍认为素食者的形象 对不对 我遗传了我家里的一些基因 比如说低血压、低血红素 加上我又吃素 是不是听起来我好像随时都会晕倒 OK 还好我有爱康兰枣 我在这一方面没有变得越来越差 反而是慢慢改善到正常的指数 甚至有时候我都可以见血呢 很开心很开心 感谢爱康和爱康兰枣 不然我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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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